一个晃生切入急停跳投 球竞算还获得加罚机会 这里是中正公园户外篮球场 正在进行第三十三届 基隆市新公园杯篮球锦标赛 今年社会组共有40队参加 青少年组也有20队报名 比赛过程精彩刺激 两个组别总共108场赛事 竟有12场进入延长赛 更有18场胜负在三分内 由于低实力分属竞争非常气劣 总共延长赛有12场 剩一步差距在上风之内 也有18场吃多 也算一项记录 今天最终能给围棋三三天 也蛮落幕 由于球员的卖力 观众的增长 球场气氛有请热烈 主办新公园杯的基隆市社会篮球协会理事长 李光华说得感谢基隆市长谢国良 对这项赛事的支持与协助 也肯定谢市长近年引进SBL 在基隆开打 甚至计划成立基隆指南队 认为对基隆篮球未来发展将有所注意 谢谢市长及市政好团队给我们典议基隆协助 使我们球赛能够顺利在宰新的球场顺利进行 市长认真积极投入篮影 投入共同 进行邀议 全国篮球SBL男女篮球队来基隆比赛 将成立基隆篮球队 投入超级篮球联盟 竞赛事 这对基隆篮球的发展有正面的注意 除了透过精彩的直篮比赛 吸引更多市民关注篮球 李光华也建议基隆市政府 适度开放各级学校的篮球场馆 让篮球爱好者有地方互相切磋 精进球技 对基隆市篮球发展也有帮助 基隆球馆有限 我们建议市长能够开放学校场地 也提供给市民使用 除了可以增加运动能够 及做大分析之外 还能够提供我们的篮球攻击 这也是我们市民及中越本的流中盼望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我们去到北京的旅行 对比赛广州的旅行 对比赛广州的旅行